就是違背了雷總說的 最好很早就有產品出來 這個要的產品太早了 所以我就跟他建議說 你最好的就是利用加拿大這邊 是有那種邊緣地區 他就是為了吸引那種集團 你如果說你自己投入多好 他有Match Fund 就是那種政府的 你如果自己拿了五萬塊錢 政府可能也給你五萬塊錢 或者是給你那個Facility啊什麼的 那我說你那邊也有你的好朋友 也是在那當教授 你完全可以跟他說 我來跟你們合夥 我準備把公司註冊到那個 譬如說是PI去 PI那邊為了政府 為了要資助那些高科技 他肯內給你錢 這個給你錢不是說是白給你 就說是你自己投多少 他Match多少 我說你先把公司住到那邊去 你自己反正要一年到來 給自己的花費 那你就說我投五萬塊錢 甚至把你幾個German加起來 你說我問你Commitment 能不能投一萬塊錢一個人 這樣的話呢 我拿了這個Commitment 我可以向政府說 我現在幾日到十萬塊錢 你政府能不能以Match 如果Match的話 我就在這邊註冊 註冊的話 你就開始有些事可以做起來 做起來以後 那個時候呢 你再去找那個Sea Capital 講你看我總共已經有二十萬元 這個二十萬不是光是錢的問題 因為你想唐偉珍 你是雖然是學生物的 有點基礎 但是你不可能是面面俱到 你作為投資商的話 你認為我對這個項目 不會了解得很深的 但是如果我把這個使經費拉進來 他說他使經費都能拉進來 他真的不是隨便不參與的 他就不光進來參與 他也放了一萬塊錢進來 那起碼我的Creditability要比我一個人說的要好多 這同樣的道理 如果政府也是放了數萬塊錢進來 你也審核了 然後也知道這個可信性 有一個可信性 這就是一步一步的那個Builds Credit 但這就是我沒做到的一步 就是我一開始就按照我們唐先生說的 最愚蠢的中國人的做法 就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錢掏空了 然後做到最後現在這一步 我覺得哎呀我開始要集資了 那集資就麻煩了 這就是要兩頭不著 小錢嘛我也不想要 大錢呢他們覺得你都沒集資過 你突然一下要這麼多 覺得你也沒有Creditability 然後呢還有就是一個參與 越早的話呢 人家就是說是想要佔你很多的股份 那現在如果說他覺得我放好幾百萬 能控制都沒有呢 這個這個我一定可以去投一些的 我能控制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失敗經驗 當然這個這個investment 就是還是那麼重複了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說要raise一個million 那你自己先要raise幾萬 然後呢跟人家說 你看我raise了什麼 如果說我要raise10million 像現在我公司需要raise的話 我起碼呢 我已經raise過一兩個million過了 那你現在要發展那就比較raiseable 所以就是這個道理 那說了那麼多半天 都是那個瞎吹牛 我覺得呢現在是說 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就是我這個 剛剛開始在organize first step的那個idea 有什麼土地可以做 現在呢我就說是有一個 叫hospital chain channel 中國開始privatizing這個hospital 開始 然後呢 當然最近有點受管理 就說有些那個私營化醫院有點亂來 那所以呢 就民生挺願的 但是就這個醫院這樣的話呢 才保證我們北美的那種approach 比較新穎 我這個idea呢 是說是我要在北美註冊公司 在北美raise money 然後呢到中國呢 不是去我買斷一家醫院 我只買它不分股份 比如說買51% 我不去參加經營 我只是買它51% 我需要買另外51% 根據資金的可能性 買了這個錢呢 跟當地政府談判 就是我拿這個錢呢 不是說給你哪個腰包裡的 這個錢呢 就放在醫院裡面 作為一個working capital 那個working capital呢 就是根據這個當地的醫院 需要什麼 我們引進什麼設備 這是第一 第二呢 北美的公司呢 我不是光出錢買 也不是說去派人去管理 你派人管理派不過來的 那就是把國外最先進的技術 最先進的管理那種東西 輸入到中國去 那當然要分期走分段走 所以我們那是跟John Hopkins 聯繫好了 跟Harvard醫院也同意用的牌子 當然是需要有資金的支付 這也大部分條件都談好 就是將來要做的一個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要買中國的醫院 就像那個開咖啡聯繫店一樣 就是醫院神職 然後把北美的技術 把北美的管理 甚至呢就是target的那個 這個外商很多的地方 他們那些外商 他不能在中國醫院看病 倒不是說是 說中國醫院水平不懂 他沒法報銷 他這個保險部是不認可的 那如果通過這個approach 進入了北美的管理 北美的公司慢慢的 也許會得到北美公司的認可